安格斯卡托是一种常见的食用牛 由苏格兰北部的艾伯丁雪尔与安格斯混种培育而成 在世界各地被统称为亚伯丁安格斯牛 物色上有黑红两种 没有牛角 虽是相同品种 但在美国将之视为两类 红色安格斯与黑色安格斯 是美国食用牛的最大品种 这块位于密西根州 希尔士戴尔郡的涌泉牧场 就是选与黑色安格斯牛为主 我们所选择的肉品供领合作对象 牧场主人Cory 本身拥有密西根大学的环境保育博士 他的论文研究主题是 有机肥料的循环利用 所以他本身对于牧场的经营 也有独到的见解 他的牲口都是采自然放牧 让牛脂使用牧场内循环再生的牧草 有别于一般大量产制的肉品市场 将牛脂作小范围为圈木 并为食穀物如玉米与土豆 虽能快速收成肉品 但肉质较为松软 并还有过量人体不需要的脂肪 根据乔强森在草原放牧的健康优势一文中提到 消费者往往以为肉就是肉 不管牲口有什么喂养而成 其营养价值总是相同 事实上牲口的饮食来源 对于之后该肉品的营养成分 却有非常关键的影响 穀物喂养于圈木 和青草喂养于放牧的差异何其巨大 一如是我们传统认知的饲料机和放膳机 肉感与营养成分就不能相提并论 首先草原喂养的牲口 含脂肪的成分较穀物喂养的牲口来得低 同样重量一块沙懒牛排 所含的脂肪量 草原放牧者的脂肪成分 是穀物圈养者的一半 甚至三分之一 并且牧草喂养者的肉多精手 所含卡路里也较低 一般来说 每颗的脂肪含有9卡路里 而瘦肉成分较多的草原放牧口 含质量只占一半 也就是说 一块6盎司的牛排 两者相差将近100卡路里 照平均统计 美国人每年摄取66.5磅的牛肉 若肉品来源皆为草原放牧者 占可减下17733卡路里的摄入量 几乎等于可让美人瘦下6磅重 能有效降低慢性肥胖的发生 另外草原放养的牲口 有较多的Omega 3S OmE加3不饱和脂肪酸 这元素常见于深海鱼类 与某些植物中 能促进中性或酸性胆固醇 自体排出 抑制肝内脂质与脂蛋白合成 以降低血浆中的胆固醇 与肝油三脂 达到抗心率失常 降低心率 降低血压的效果 在这个图表中指出 动物牲口体内的Omega 3脂肪酸 在长期喂养穀物饲料之后 会显著下降 所有健康的物质 如LNA亚麻酸 20碳5C酸EPA 以及俗称脑黄金的 22碳6C酸DHA 都会跟着流失 第三 草原放养的牲口 有较多的维生素E 能减低心血管疾病 与癌症的风险 并有抗氧化功能 以减缓老化 以新鲜牧草放养的牲口 维生素E的含量 是鼓舞喂食者的4倍 就算以人工添加定计 复合式维生素E 喂食牲口 也顶多提高其含量到2倍 我们的合作对象 牧场主人Cory 秉持这样的肆域理念 在这片广达20英亩的 辽阔草地上 Cory坚持只放牧32头牛枝 确保牲口都能有 足够的活动空间 并且让新鲜牧草循环再生 牧场内不施肥 没有农药成分 没有任何人工添加物 牛枝饮用水来自 地底的天然泳泉 每年的3、4月入春之时 Cory回到牛枝拍卖会 精挑细选其他牧场培育的小牛 购入后放养在泳泉牧场 经过6个月育成 可把800磅左右的小牛 培育到1200到1600磅的成牛 然后送回肉品市场拍卖 买家可以选择枕头牛购入 或由屠宰场代为处理分销 再由买家挑选众意的补围 我们所送的屠宰场 有政府认证的屠宰设备 保证宰杀过程人道 肉品处理过程清洁卫生 并经过无菌真空分装 取得USDA食品认证后 才会进行出口销售 由于四主Cory在选种 饲养与宰杀等一系列 对产品品质的严格管控 永泉牧场每年能提供的 成牛支数非常有限 所以我们建议您提早下定 在每年年初提报您所需的肉品数量 以确保我们在入囚之时 能完成订单上的进度 顺利处理这批牛肉 经过包装与报官运送 顺利送抵国内定部的手中